那過去的幾十年的政治人物 不管是哪一個人 哪個政黨上台 就盡量避免這個選址的政治問題 連這個低階也是一樣 不管高方或地方都是一樣 很可惜的說 台灣多數民眾對這個問題了解不夠 所以一碰到追蹤組織的時候 譬如說一消息出來 台灣東部的花崗母爺可以考慮 馬上就地方馬上反對 只要講到這個核廢料問題 地方就是反對的手 可是台灣的問題說 你已經有這個問題存在 你再反對也沒辦法解決問題 我們怎麼樣台灣要怎麼樣來得到共識 來認真的考慮這個問題 怎麼樣解決問題 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要講這個為什麼我認為台灣 現在沒有這個國家的政策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台灣目前台電這個五十年的高方的組織計畫 2005年到2055年 是根據原人會務管局的放测性物料管理法 裡面的實行的一些細則 只是一個物料管理法裡面的一個細則裡面的要求 他寫這個最終處置的計畫 原人會是一個核設施安全的管制單位 他是一個管制單位 我認為管制單位 他是要審查這個 我們講這個高方就好 是審查高方執照的申請 但是他又要求台電寫這個五十年的 這個處置計畫的實程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 他扮演的角色是有問題的 原人會扮演角色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原人會無法向民眾 2017年最份報告無法向民眾說明 因為他又不敢 我這個認為 原人會不敢把這個事情 當作一個變成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尤其現在是選舉時候 一到政治人物一碰到敏感問題都不敢去講 所以大家都不講 所以我今年年初 到作詞 你這次請回答 好 停